大家午安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司法院全球資訊網全新改版上線 然後還有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我們做全球資訊網的改版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司法院社會的對話跟溝通 能夠有更好的工具 然後也落實我們司法公開透明 把他理念這個理念聚集的把他施行 我們這一次前九資訊網的全新改版 最基本的就是我們因為科技的進步 那現在大家的手機還有平板、手機電腦 各種不同的載具非常多 所以我們最基本的配備就是 RWD的響應式網頁 還有雙A等障礙的這個網頁的形式 那這個是基本的要求 所以各位記者朋友們 這個我們為了服務大家 然後我們的首頁新聞稿的部分 那也特別把它分本院的新聞 各法院的新聞 還有即時新聞澄清 然後也弄一個全部新聞 那展現出來 讓大家看到全國這三列的新聞的一個排序 然後我們這個網站的服務對象 當然最重要目的是民眾 那民眾的部分可以透過我們這個網站 那如果有一些訴訟上虛資 我們裡面整理了非常多的資料 那可以從裡面的書書範範例 常見問答還有各業務總覽了解 您想要了解一些訴訟的虛資 那當然對一般民眾來講 是希望透過我們的網站 也提升大家一些法治的觀念 那這一次特別的我們兒童版的部分 也非常精采活潑的推出了 那同時英文網站也同時同步都上線 都有做一些翻譯的 給外國人了解我們的法治 那這個網站的簽訂了整個改版 我們大概歷經半年的時間 那全體司法院的各聽附示等相關的同仁 我們剛剛努力把它做好的 那希望可以帶給各位記者朋友們 還有我們全國的民眾 那有一個新的一個體驗 那也能夠發揮它真正的效果 那至於我們新版的改版升級的網站 六大特色詳細的部分 那今天進這個年齡會 然後來請各位記者朋友了解 那我請金融處長 然後來跟大家介紹 金融處長下禮拜一就要到最高法院 那去服務了 所以這個可能您在司法院的 最後一場的機會了 好好表現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交給我們金融處長 那是不是請復必先留步一下 剛剛要拍對不對 我們要跟這個盒拍一下好不好 來來來來 謝謝你們幫我做這個對比 來來 呵呵呵 來 來 來 有用嗎 那我的是不是 對 好 來 再過來 對 再過來 來 好 好 好 讓我們拍一下哦 要不要比個手勢之類的 蛤 對對對 對對對 很好很好很好 好 大家都有拍到了嗎 好 那是不是我們有請我們即將要高升至最高法院的王處長來跟我們進行說明 那蜂蜜請能夠 我們那個昨影片的電子檔 有有有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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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又是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麼 陳如剛才蜂蜜所講的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官網 改一半 那 都會變成了全面的RWD網頁 響應式網頁 換句話說 各位媒體朋友在瀏覽我們的官網的時候 手機就可以方便的上網 平板可以方便的上網 不會礙於您的瀏覽器的限制 好 那 底下呢 我來報告一下我們這個新的這個官網 我們大概會整一下大概有六大特色 第一個是Live影音線上直播 第二個是書狀代碼快速查找 第三個 常見問答可以當我們訴訟的小幫手 第四個 司法週刊還有司法公報可以線上看 第五個 專業分中 分眾同有整合的服務 第六個 網站搜尋功能更加的優化 讓大家能夠看到 那麼 主題在這邊 那麼詳細的部分 我就用這樣的頁面 一個一個來向各位報告 首先 我們先講第一個主題 就是 Live影音線上直播 在我們現在的新的官網 如果 我們有新聞事件 要進行直播的話 我們會在我們的官網這個位置 會出現 直播的這樣的一個畫面 你們點下去就會看 現在最新的資料 正在進行直播 那因為現在並沒有直播 所以我用 過去一個十點 過去一個十點 像那個上回 士林地院 他們辦那個 模擬法 就是 假設這樣一個位置 我們在進行直播的話 我們就點下去 我們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那個 如果他做直播 OK 點下去以後 就進入直播的電話 直播的畫面 這個就是 應該是上週 士林地院 他們辦那個 國民參與行事審判的模擬法 這是一個360度的攝影畫面 我們可以用這台攝影機 可以環繞的場景 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我們暫停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官網 回到我們的首頁 那麼 我們為什麼 要在我們的官網上 要去放上這樣的直播 其實也是因應著 社會形態的變化 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如果我們每次跟民眾之間的溝通 永遠只是那個 知識化的文字 新聞稿 或者呢 對外界的說明 永遠只是那幾行 這個文字的話 其實 它最民眾的這個接受的程度 或者是傳播的效率 畢竟還是比較差的 所以我們曾經想到一個很好的架構 就是 各法院的發言人 如果將來 他們想要就各法院的新聞事件 重大的新聞事件 要對外界 來做一個說明的話 他自己也可以進行畫面的直播 那麼 他如果各法院 或者我們的司法院 要進行直播 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適當的平台呢 這就會變成我們這次想到 所以我們把它做出來 在我們的首頁 將來會有一個專門放直播的這個位置 如果有直播要進行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進行 這個就是我們的特色一 來 縣法法庭 影音 縣上 縣法法庭 好 那我們比方說 我們要看縣法法庭 來 我們回到我們的觀望 縣法法庭 那個關於司法院 釋憲憂 我們看一下 縣法法庭在哪裏 不是說 縣法法庭開庭的時候 他有直播的 可以透過暗示 對啊 沒有錯 縣法法庭他開始直播的都可以了 好 那我們接著再進行 第二個特色 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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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碼快速查找 這個 大概 各位特別看一下 書狀代碼是在我們的新的官網 在這個書狀範例 然後呢 他的位置是坐落人首頁底下便秘服務 然後有一個書狀範例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書狀範例打開之後 會有多少的資料 大概可以看一下 有民事 行事 少年 家事 行政訴訟 制裁 工程 民事執行 債務清理 廢送 公正 提存 登記 勞動 大法庭 好 那麼這個是一個在覆密的整合代理下 全部司法院的所有聽處 大家通力合作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具體頁面 麻煩給我 現在的觀點 好 在哪裡呢 便民服務的底下 會有一個書狀範例 我們點開 讓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左側邊的網頁 好 左側邊會有哪些 就剛剛講的 民事 行事 少年 家事 行政訴訟 制裁 工程 民事 行行 債務清理 你要看相關的書狀 你可以先去定性 你的是屬於哪一種類型 然後點開 好 好我們現在隨便我舉個例子來講 另外我特別來講 比方說 飛送 飛送點開來的話 會有什麼 這邊它會有一個 範例查詢 點開查詢 好 這是一個我們這一次網頁 基本上 為了讓我們的資料 方便民眾 可以接近 可以使用 我們幾乎所有的網頁 都會有查詢的功能 好 在書狀類別裡面 我們看打開這裡面會有什麼選擇 全部之外 可以看到 當你定義為飛送 來 上面 跑太快 對對對 當你現在只限於飛送這一類的話 它會有什麼 飛送申請 然後飛送承報 飛送支付命令 那麼你就可以選擇你要的 比方說 我現在跟飛送的支付命令 我很有興趣 來 我們點開 好 下查詢指令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限定在飛送 而且是支付命令 我們會查到多少篇的內容 我們稍微看一下 有民事支付命令申請狀 然後呢 還分為通用的 然後借據申請的 合會申請的 單張支票申請的 多張支票申請的 頒張支票對多數債務人申請的 還有公寓大廈的管理 所以 換句話說 這是一個單純的支付命令申請 但是經過業務廳的協助 它已經把它做成很詳細的類型化 而且點開之後 在檔案下載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有哪些檔案 第一個類型 OCT OCT就是開放格式的什麼 沃爾的檔 好 我們可以點看一下 點一下 來 讓我們來看一下 OK 開放格式的沃爾檔 好 它就可以把你整篇用沃爾檔的形式的 可以展現出來 好 然後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 大概瀏覽一下 好 再回到剛才那個網頁 回上一頁 那麼PDF呢 我們等一下 如果它不是點O OCT PDF 就是一個PDF檔 你可以下載 然後可以使用 然後呢 你下載完了 其實這些頁面 它都是可以進行什麼 文字擷取的 來 隨便滑索爬過去 按右鍵 按右鍵 複製 複製完了 你隨便開一個文章 貼上去 來 你幫我開一個那個 小的那個筆記本 記事本 打開 好 貼上去 各位有沒有看到 你在我們網頁中的所有的任何一行的文字 你可以截取 然後呢 你可以截取下來以後 使用在你的電腦上 可以進行文字的編輯 各位要不要對照一下文字 完全正確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PDF檔 或者是我們的OCT檔 那麼你都可以去下載 然後可以加以使用 好 我們回到我們剛才的網頁 我們可以看一下 來 我們用點這一邊 好 1016 以核惠申請點開 欸 你往前 這不是太丟了 怎麼回事 連線中段嗎 剛才都好好的 OK 好 連線回來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一篇的內容 然後這個都是民事廳他們所參考 我們可以在往下看一下 書狀名稱 來 看一下這個書狀名稱 好 發佈單位 書狀名稱是什麼樣的 然後相關的法條 然後他的ODT檔 然後他的PDF檔 然後呢 發佈單位是司法院民事廳 發佈的日期 我們這邊都會記錄 換句話說 我們這樣的新的官網以後 日後如果有修法 或者日後 民事廳覺得 我們這寒稿內容 應該要即時的做一些 對應的修正 他可不可以修正 他可以做即時修正 而且修正以後 發佈以後 馬上這個單位 更新日期 發佈日期 都會怎樣 完全的顯示 換句話說 民眾 你在查找我們官網的時候 你不用去懷疑 你不用去擔心 你看到的資料 是不是一個什麼 過去N年的 一個很成就的資料 你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好 再來 我們回到剛才的 另外 我們回到剛才的網頁 不是那個 那個說明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在這一次 為了方便大家查找 除了可以用剛才的事項 跟範例 然後來做全部的搜尋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很快速的方法 是用代碼來搜尋 好 我們來進到網頁 我們來示範一下 代碼是怎麼搜尋的 進入這個 我們要查詢的網頁以後 你點開 它有一個代碼說明表 來我們點開它 代碼說明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如果你常上你的網站 或者明瞭我們這樣編排方式的話 你其實你在搜尋事項 直接輸入代碼 你會查找得非常快 我們大概原則上 有12碼有一個規則 跟34碼有一個規則 12碼是什麼 01是02形式03少年 04加405 行政訴訟 像我們剛才講的 非送的支付命令 它的非送是10 然後呢 支付命令是在什麼 16 所以當你輸入1016代碼的時候 它一定是非送的支付命令 那我也可以再換另外一個組合 比方說 我今天是明氏的答辯狀 來 各位 民氏答辯它的代碼應該是什麼 民氏 前兩碼是01 答辯呢 02 換句話說 輸入0102 就會看到民氏答辯狀 它所有可以出現的格式 OK 我們來竄一次好不好 來 首先進到這邊 來 辦理查詢以後 我們直接在這個地方 全文檢索也可以吧 全文檢索也可以 你直接到全文檢索 1016 各位記得 等一下 各位記得我剛剛講 1016是什麼意思 非送的支付命令 對吧 查詢 看一下 查出來什麼 結果 各位 是不是都是非送支付命令申請 你應該記得 再來 你已經把都拆出來了 對啊 我們都同步啊 然後再來 我們剛才說 形式的上訴 形式上訴 它應該是什麼 來我們再回到代碼說明 來打開代碼說明 形式 前兩碼應該是什麼 來 你拉下 因為它二神的說明二 第三碼是二 形式應該是什麼 零二 對嗎 形式應該是零二 然後呢 如果是上訴 因為二神以上的 然後這是一神的 對 那麼如果說是 形式的上訴狀 那麼零二二一 那名式上訴呢 那名式上訴呢 就零一二一 OK 這樣各位了解吧 換句話說 我們的編碼其實是有一定的規則 那我們會用代碼表 讓民眾也知道我們的規則 換句話說 你如果不想要去記那麼多的 輸入那麼多的中文字 你記代碼 也是可以用一種方式 換句話這兩個邏輯是什麼 並行不備 同時可以使用 OK 好 然後 那我們就來喘一下 民事的上訴應該是什麼 民事的上訴應該是 民事上訴應該是 零一 對不對 零一二一 我們再喘一遍 來 那個 愛底 Oppen 那個 零一二一 輸入看看 你要切民事的 你要按民事的 然後去搜尋檔案 零一二一 好 好 查詢 各位看一下 這個大概就是說 我們這個第二個特色 書狀代碼 我們的書狀 可以讓你用關鍵字 可以讓你用分類四項 查詢 另外還有一個代碼快速查找的方法 我們進入第三個 我們要進入特色 你長見問答 用代碼給他們刷刷 負密我剛剛會講 長見問答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 長見問答在什麼位置 當然因為 這整個的設計 負密著力甚深 然後負密害怕說 金龍這邊可能會有所迷漏 所以負密隨時都在提點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在我們的首頁 底下會有一個長見問答 我們先看一下 你打開長見問答的話 我們的所有的業務廳 把你跟老百姓 非常關切的事項 細分喔 你可以細分成什麼 01是04 02行事 03少年 04加4 05行政訴訟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編碼跟剛才的樹狀編碼 它的格式是什麼 同一順序 完全相同順序 那我們就進入網頁 來 剛才只是用confer跟各位說明 接著就用網頁直接來說明 來 這是我們現在的官網 這裡有一個長見問答 你點開 你會看到這個頁面 換句話說 你現在可能要使用法院 那麼你的事項 如果你不知道代碼 你的事項之下 你可以用這樣的邏輯 你可以去找尋 比方說 我現在呢 可能跟這個民事執行有關係 我可能想要去這個 申請優先程碼 那你可以先點民事執行 來 我們點開 然後呢 會有哪些 常見問答 跟剛才講的書狀範例差在哪裡 常見問答是給民眾的什麼 QA 就是說你對民事執行 如果不了解 他詳細的程序 到底他的Q跟他的A分別是什麼 我們看 如何購買法派物 如果沒有辦理保存登記 你可以點開 比方說現在有個Q以後 來點開它 你可以看到 這個他的 依照民事聽全規的 給你的答案 往下看 往下拉 往下拉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一段的答案的末尾都會帶上一個什麼 誰是有責的單位 在什麼時候進行的更新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follow我同步 你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 是民事聽在108年12月12號有進行更新 好 比方說我們隨便再點一個 執行民意總類有哪些 Q 也是一樣 會告訴你 執行民意的 總類 然後呢會有哪些 往下看 往下看 也是一樣 它會有一個更新日期 就是民事聽在108年12月9號 把這個更新檔上去 另外 往上面一點點 在這個地方 來 點開它 這什麼意思 大家都知道 分享 你點開就知道 是什麼意思 假如你想把這一段的文字 分享給你FP上的朋友 你就點開分享以後 點FP 你比方說 想把這一段的文字內容 他的網頁的內容 分享給LINE上的朋友 你就點LINE 然後你可以進行分享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說 我們做成詳細網頁 手機也好用 不但好用 而且手機要進行分享 是不是比以前更加方便 更加容易 那麼這個是什麼 常見問答訴訟小當手 換句話說 這個邏輯跟剛才的 我們的訴狀範例 它的邏輯也是一樣 你可以從事項的所以做分類 你同時其實在上面還有一個 來往上拉 你那個查找的那個 開搜尋 來我們看一下 它有代號 然後我們打開類別 會有哪些 民視類 然後還可以進入全文解除 比方說 我今天只想要問一個說 我根本不知道你哪一個分類 PIMINE 好不好 假定是這樣 我們就輸入PIMINE 有沒有 來 有啊 這些都跟PIMINE有關的 所以跟你想要輸入的字串 有關的標題 或者有關的內容 我們都可以透過關鍵字的輸入 來進行查找 換句話說 在我們的資料裡面 系統邏輯的事項的分類 是可以查找的 代號可以查找 連關鍵字都可以進行查找 好 再下來 用一個代號查找 好 那我們也來玩一下代號查找 那個編號1016 各位還記得1016是什麼 支付命令 背送的支付命令 對不對 剛剛我們踹過 來我們看一下1016會有什麼 沒有 他每一個查找都是全部沒關係 來 點查詢 不是出來的嗎 1016 OK 好 有了 支付命令效率如何 如何申請支付命令 何種情形可以申請支付命令 何種情形不可以申請支付命令 來 我們把它點開隨便一個第三則 好 各位也可以看到 當我們打開第三則的時候 前 二則就會自動收起來 對吧 不會影響你的閱讀 閱覽這個頁面 那同樣 在這邊也有一個分享 也就是任何一個資料 你要進行分享 就點開這個分享 就可以把這一段的資料 它的內容 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好 OK 再下來 第四個特色 回到Powpoint 司法週刊 公報 線上看 我們把司法院公報的內容 全部放到我們官網上 而且我們也把司法週刊的內容 全部放到官網上做線上瀏覽 我們先講司法週刊好不好 來 我們回網頁 我們先看司法週刊 來 來 在哪邊 查詢服務 然後呢 司法週刊 有沒有 拉下來 點下去 好 OK 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是哪一期 各位 就是最新的這一期 今天是12月幾號 今天12月27嘛 最新的一期是12月13 來我們就看一下 是不是這四個版 好 那你要點下去 就可以怎麼樣 放大 你可以仔細去 來我們點一下 這是不是這一期的1982 最新的這一版 而且我特別要跟各位講 這版上的所有的文字檔 你都可以怎麼樣 擷取引用 來我們再來玩一遍 滑鼠拉過一段文字 你是要拉太多了 然後 好 這一段 來按右鍵 複製 好 然後呢 開你的筆記本 拉下面一段 拉下面一段 你就enter下去嘛 好處拉下去 貼上 好 各位來看一下 是不是剛才那段文字就貼上 好 換句話說 我們司法週刊 上稿的同仁 他也會把我們的檔案 做成PDM的檔 上上去 你要瀏覽也OK 可以做線上瀏覽 你甚至覺得我們這樣的文章 內容很好 或者裡面有一段是你的精髓 你想要加以引用 你都可以用什麼 我剛才講的快速的方法 滑鼠滑過去 按右鍵複製 到你自己的文章上 直接貼上去 好 再下來 回到剛才那個頁面 來我們看一下二三百 好 這個是我們的第二版 好 好 往下看 往下看 好 換句話說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然後呢 完全詳細的 可以去瀏覽我們司法週刊的每頁 除此之外 我還要講喔 司法週刊 不單單是讓各位 逐期的去瀏覽 我們在司法週刊 還有提供查找的方法 來 司法週刊 我們要進行搜尋 請看 司法週刊底下有 左邊有一個什麼 進階搜尋 有沒有 點下去 好 進階搜尋的時候 這個查詢的畫面就出來 點開啊 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搜尋方法是 第一個 如果你知道齊別 或者你知道大概的齊別的區間 你可以輸入什麼 齊別區間 第二種方法 你如果根本齊別到底是多少 我不記得 我只知道好像是今年八月間出刊的 你可以把什麼 初刊日期做一個區間的選擇 好 我們先來舉個例子好不好 我們來搜尋那個 108年 8月1號開始 對 你可以看喔 當我們要輸入日期的時候 它會自動跑出 閱歷出來 那你不是輸入 那你直接用點選 8月1號到12月 今天 沒有啦 今天才12月17啊 OK 那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點查詢 好 換句話要說是 在這一段期間 所有出刊的這個 刊登在司法週刊的這個文章 一篇一篇的 都可以顯露出來 而且你要詳細瀏覽它 它有什麼PDF來 來點它 好 點最後一則 OK 那一篇文章就出來了 換句話說 各位 好啦 我們再回到剛才的查詢頁面 這一種是一個比較 概括式的 那如果今天只記得司法週刊 曾經有一期 有出現哪一個重要的文章 有一些重要的字串 可不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搜尋 可以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最近的 那個 利益迴避 利益迴避 OK 就是用字串來搜尋 來 我們來進階搜尋 跟利益迴避 會有哪些 107年就會有刊登 然後相關的 來打開 曾經有解釋 解釋過利益迴避這個問題 OK 然後另外在每篇文章的下方 它會有一個什麼 這是你的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好 再來 我們再看下一個 你看下一個應該就會比較好 你剛才是選 選排頭文 好 那要不然我們司法週刊先介紹到這邊好了 接下來我們介紹什麼 司法院公報 司法院公報 等一下 你太快了 我已經不到上面 看完 在我們的官網的查詢服務 有沒有 然後呢 在哪裡 司法院 司法週刊旁邊 司法院公報 OK 好 那麼 司法院公報呢 同樣也有一個什麼 進階搜尋 換句話說 你已經不記得 到底司法院公報哪一期 但是你只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查找出來的話 同樣 他可以選擇什麼 年 月 月 然後呢 這也是什麼 因為我們司法那個 司法院公報是一個月出一期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選擇就是年跟月 你是記得是民國幾年幾月到幾年幾月間大概 好 那麼類別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司法院公報裡面每次一定會出現的 這一些專刊類別我們全部進行什麼 類型化 換句話說 如果我只想要知道令函 好OK 我換句話說 這樣就限制我查找的是 今年一月到今年十二月 所有刊登在司法院公報的令函到底有多少 查詢 我們點下去 來 功能就出來了 他會告訴你 刊登在哪一期 然後 類別都是令函 然後他的標題跟他的內容 點下去 你就會看到他的這個文章的內容 那一樣 你點開了之後 你自己這個頁面 你要列印 你要下載 然後呢 你要擷取 都是可以 然後再來玩一次 是擷取的 秀文者這一段 滑過去 按右鍵 滑鼠右鍵 複製 然後到另外一個文字檔上 再空一段 你再把它貼上去 是不是一樣 完全都是可以複製過來的 擷取文字複製 他是OK的 好 再下來OK 那麼 司法周刊 還有司法公報 線上看 而且提供 有強大的搜尋功能 不管你是從日期 還是從期別 甚至從裡面的重要的文字 關鍵字 都可以幫助各位 進行查找的功能 查找完了之後 要擷取裡面的文字 要分享這個內容 都是非常方便 好 接著再下來 下一個主題 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第五個主題 專業分眾整合服務 我們這一次的專業分眾 各位大概可以看到 在我們這個地方 有個專業人士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兒童版 那我分別來介紹好了 我等等要先介紹司法院官網的兒童版 然後我再來介紹專業人士的部分 好 我們進網頁 我們先看一下兒童版 很簡單喔 各位 在我們網頁的正上方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兒童專區 點下去 來 我們看一下 哇 好可愛喔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有三個好可愛的小娃娃 然後這些都有內容喔 來 我們來 我們划購他 這個娃娃頭會板喔 他會頭 左右搖板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朋友的 認識司法院的部分 點下去 好 兒童版的司法院簡進 你現在再往下看喔 小光 漫畫 來我們點看一篇漫畫來看 認識司法院的建築 喔 這個就是用漫畫的方式 讓小朋友呢 更能接近 在淺漫畫之間 好 能夠 看到我們的網頁 好 OK 來 再來 好 離開 那麼 除了這兒童版之外 我們特別介紹一下我們的專業 專業人士 回到 回我們的網頁 關網 首頁 打開首頁 專業人士這一檔 點下去 更多專業人士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分成什麼 律師類的 民間公正人的 條街委員 特約通議鑑定人 那我們想要特別推薦 鑑定人這一檔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鑑定人參考一次 點下去 各位都看到什麼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今天是民事案件的當事人 你上到法院 你要進行訴訟 可能需要一個牽涉一個問題是 我跟對方徵送的這筆土地 在十年前 它的價值到底是多少 你今天違約了 然後你當時如果履約的話 十年前那筆土地現在會價值多少 你需要的是一個什麼 土地的鑑定的機構 你要怎麼樣去查找 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 類別 你先去定義 民事鑑定種類打開的話 會有什麼 不對 這不是測量的問題 這是鑑架 這是鑑架的問題 你可以點下去 好 OK 點下去 查詢 如果就是要看民事的 然後土地鑑架 會有哪些的鑑定人 會有這樣的資格 他的專長在哪邊 這是不是對於民眾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訊 如果今天要上法院去打官司 連這個鑑定人去哪裡找 你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本身來講 非常的辛苦 但是這些資料 你可以進我們的官網 你可以去進行查 來 我們再看一下 除了民事鑑定可以查找之外 還有哪些 鑑定的不只是民事 形式 來我們看一下形式會有哪些 來 點開他的鑑定準備 他會有什麼 槍彈的鑑定 刀戒的鑑定 人體的鑑定 物證的鑑定 數位證物的鑑定 非常多的鑑定 所以各位記得朋友 有興趣的話 你都可以去查 來 我們再來回專業人士 點開 更多專業人士 點開 好 通議 我也是特別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法院的什麼 特約通議的名次 你有沒有可能遇到一個案件 你需要一些特殊的語言 來幫你做翻譯 比方說 你有一些泰國的朋友 來當證人 你需要帶一個什麼 董泰文的這個通議 來協助 好 那麼如果今天是這樣的話 來 我們看一下 建制法院如果是全部 你今天設送在哪一個法院 假定 來台灣高等法院 隨便點一下 好 泰語 看有沒有 有 你就台灣高等法院泰語 點下查詢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名單可以給你建議 有這麼多的資料 好 他分別是在哪幾個法院擔任什麼樣 然後他具有什麼樣資格 他可以讓你怎麼樣 先一開始用這種事項查詢 可以讓你一不了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繼續下面一個 來 讓我們看第六個 網站搜尋功能優化 簡單講 以上所講的都要去點開有些東西 那如果我上那根本不會點 我不知道怎麼查找 有 我們一開始就有一個什麼 全站式的一個搜尋 全站式的搜尋 只要你輸入你相關的事項 他可以把這個資料 這個事項 在全站的資料中 進行一個搜尋 先給你一個清單 好 進網頁 好 好 你只要點全站式的搜尋 就會拉開這個網頁 好 我們現在舉個例子來講 上週我們所公佈的大法官解釋 主要是在解釋哪一個關鍵字詞 那個出法官 利益迴避 利益迴避 OK 我們就來利益迴避一下 可以啊 我們可以試試看 對不對 利益迴避一下 來 點查詢 OK 馬上有一些就出來了 好 利益迴避的法規 對吧 是不是 來點下去那個查詢結果 利益衝突 利益衝突的迴避 自行迴避流程 這是正封處的網頁 那相關的資料 好 再來回到剛才那個查詢的結果 你可以有好多查詢的結果 這種 依然式的查詢方法 應該跟各位常用的搜尋 Google那種搜尋方法是一樣的 但這個跟大家很熟悉的界面 是可以相容的 所以這一次也放進我們的官網裡面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剛才這個清雲課長也在提醒我 我佔用大家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我的這個說明的步驟 就到這邊結束 我再補充一下 各位你們司法週刊的信息 其實有時候你們會蠻需要的 然後他出刊是哪一天 星期五 中午 中午就出刊 然後各位呢 中午以後 你在線上就可以看到 中午的中午 你就來現場 然後你也不用拿 現場來 而且你那些文字 你自己可以引用嗎 還有 不用引用 我們直接文字給你 來 各位來 往下 往下 這邊 來你弄第一則 我現在有設計一個 直接 不用去PDF檔 這邊就直接有內容了 然後往下 一直看到後面 要看下一次 就往下看 就這樣 就這樣 全部都有文字檔 PDF檔 不用 沒關係 這個 我覺得 你看我們 上禮拜五的記者會 完 有沒有 馬上上 然後你記者會完 馬上上司法週刊 都有相關的文章 這是最快 所以這一次我們期待 最好的 我們把那個 你看 你看 那個進階查詢 我們把 其實 就是自有 從有司法週刊 點進階查詢 下去 然後 放到最後一則 好像七十年還是什麼時候 開始 司法週刊的 全部 的章 都 用人工把它全部 建置上去 然後最後一萬五千多 你的資料 我們一萬五千多 最後 各位 我們從那個七十年 開章 司法週刊開章 你來的所有資料 都用人工的 全部把它建上去 對 全部建上去 全部建上去 對 對 全部建上去 然後有一萬五千多 對 然後 還有司法業工 從四十幾年的 每一頁每一頁缺的 我們都去 國立國家竹書館 全部把它做了半年多 來看 來 司法業工報 然後進階查詢 你弄到最後一頁 讓大家看 我們秘書庫 花了半年多的時間 一頁一頁的 職業的 這個 你把它打 全部都是 顏織顏尾的版面 給大家看 有喔 顏織顏尾 然後還有總統 重要談話 什麼都有 你是不是要打 你沒看他指示的嗎 我們他很多公布 這個 其實 在去年 我們在整理電話的時候 就開始在結構化所有資料 這個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 就是去國家竹書館 全部拿 掃出來 對 所以這個資料是很珍貴的 最有法 不做技王的 對 然後所有的 因為我們這個要顏織顏問動 這個也沒辦法啊 PDF檔讓大家拷貝 所以大概只有標題 你可以搜尋標題而已 這司法業工報 所以這個蠻珍貴 剛才因為他要講很多 所以這裡 你不敢 你不敢 剩下的用心 把這個 沒有 因為這個 這個兩萬多米 我也有親自加工 裡面 拆你的其中一年好 所以覺得 所以覺得 複密拿麥克風 不會被人家比瓦瓦瓦 所以複密你也多強勢 沒有沒有我覺得 這個要介紹給大家聽啊 這裡面我們這麼珍貴的資料 發了這麼多新一點的資料 這個 我們大概 我目標是有 包括我四個人 加進去 然後 五十六個 五十六個 做了三個多頁 五萬 他們再去 國家組織圈 一定要所有的檔案 一個一個對 對的半年 終於完成這一個 這個大工程 所以 所以現在把它 本身建在這邊 讓大家想要看 裡面也有一些總統特別的談話 或者是說 威選時代的一些什麼 重要的話 都在裡面 這裡面有很多珍貴的東西 你看 這個司法周刊 還有司法映公報 司法映公報 但是歷史的資料比較珍貴 因為他出公報的時間 都會延後 大概兩個月 那些資訊 那兩個月 所以要看新的 要看司法周刊 要看歷史珍貴的資料 要看司法映公報 這樣是有趣的 這樣了解嗎 對 那再來 各位關心的 我們比較重要的司法改革的 司法改革的 我們 我這個頁面有特別設計 我們最新的進度 來 點下去 各位來 往下看 各位來 這個就是 我們司法改革裡面 已經推動的 所以如果要 即時的知道 這個都會隨時在 自動的變 已經修正通作的 然後實施的 然後這個呢 先不要點 詳細內容是 把這些全部出來 那你如果要當天看的話 比如說我們已經 好那個已經 實施的 就是不用修法 我們實施了哪些事情 你等一下去 對 然後往下 往下 看詳細內容 裡面就可以看詳細內容 你現在如果他們都不常聽 這樣了解嗎 這個頁面就有很多 然後來 你再 再上來一點 不是 然後看司法改革的 這個 來 司法改革方案跟建築 這邊 這邊我們現在 以前救完 真的很不友善 我現在把它做成這樣子 然後 來 比如說你要派國民參神 這位小姐就是我們這一位小姐 好來 看一下 我們的距離做完 然後進度 來 第一個 第二個 最新進度 第三個 最新進度第四個 最新進度第五個 他分五個主軸在進行 然後來 您看一下校園魔女 最近都在做校園魔女 這個 打開 我們每打開一個 讓你看五個進度 打開 對 這樣子 然後往下 繼續想看 再繼續往下看 這個是司法改革的進度 我們也是非常容易查找 對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查找 我不會讓你看很多 來往下 來 如果說 比如說這些課程 打開更多進度 你這個打開上面就合起來了 對 讓你看最新的進度 好 我比如說 今天大院長要我們整理金字塔的 好 我們看金字塔 你這個回去 用這個回去 他回去 好 然後點 點這個 或者查看全部了 金字塔 金字塔 這二 二 金字塔 這二 點下去 點下去 還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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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沒有拿那個電競的 跑得快的 好來 等一下 來 這個 你如果關心我們最近的紀錄 就是當在這裡的 因為在司機法院躺著 已經都會寫不下 就是我們有民事行事 然後行政的 還有法院組織法 往下 你如果要了解裡面的 比如說我們法案組織法的 那就更多進度 這樣往下看 當然全部的東西 是比較越散的頁面 讓大家可以其實的了解哪一項 比如說多元的禁用 或者要提升效能、檢驗法 用工作負責 實在從哪幾項 就用這樣的設計 然後這個都是我們業務廳會出力的 那那個剛才有說到長屆問答 各位我們天台的舊網長屆問答 才279者 可是現在大家已經把它弄到690者 你往下看一下全部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大家想說 這個其實就是法律教育的所及 這個690個問答 我們包括大法庭的52問答 52問整本書也都把它貼在這裡 所以你只要用個這邊大法庭 然後他有編號 對 他有這個大法庭的所有問題全部在這裡 你只要找什麼問題全部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這邊的詩要等於好幾本詩 所以這邊詩大家可以善加一用的 用關鍵詞或者用我們都有代碼 按代碼來查詢的 來我們上一下 這邊打開 這邊也有代碼說明 他的代碼表跟剛才範例的前面怎麼樣 後面有加了一塊同正統的 你根本不知道有所謂轉圈圈 這個代碼表就會這樣用 就是如果要 比如說要那個 EDR的16 16的升級了 就是來第613 類似這樣吃的 對 那各位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來解說 夫明謝謝你 我覺得實在是太人性化跟系統化 司法院變這樣實在是太驚人了 謝謝你 謝謝你 鼓勵 我要再補充說明好了 但是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 我想是說電子樂圈這樣很多可能 電子音樂圈 電子音樂圈 電子音樂圈的是審判系統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直接對當事人的協助 有啊 電子音樂圈會在明年的 你是說那個律師他們的電子音樂圈 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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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有測試 然後明年呢 明年可能年終會開 年底會完成 也就是說以後律師他透過線上申請 線上申請現在已經可以了 我們現在有半套已經可以了 以後我們電子券證會線上的傳到 律師的事務所 現在的 現在的月券是比如說民事案件還是要透過律師嗎 對 民事案件要透過律師嗎 當事人如果來申請 有未必 行事的被告已經可以了 行事是可以 但是民事案件要看可以 將來應該是在明年的六月之前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拖到六月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三代審判 配合三代審判系統 如果今天三代審判系統 今天高院早就已經上路的話 搞不好二月就可以直接上路 因為我們新的這種線上月券的方式 它都是搭配我們的最新的第三代審判系統 現在就第三代審判系統推的稍微慢了一點 比我們原來預期的速度進度 什麼是三代審判系統 我們目前在使用的是二代 那下一代的革新是三代 用Window的模式在運作的審判系統 用什麼 用Window網頁的模式 你說電子那個 我們的審判系統 我們目前大概看到 所有法院的審判系統 全部都是二代 那一代那是講一個歷史 一代是大概八十幾年的時候叫一代 後來九十二年 那叫八十四年 我夠資深才知道的 因為我都測試過 那後來現在在使用的是二代 那應對你的問題就是 現在唯一上三代的只有民事執行 民事執行全部都推完了是三代 那我們的審判系統即將要上三代 那麼現在目前高院還在測試中 等到高院測試跟北院測試順利的話 這兩個法院過關了 我們會把三代審判系統 推廣到一個一個法院全部推完 可是全部推完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可是當我們在全部推三代 有些三代有些二代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三代的審判系統上 會加上這個功能 對 因為本來就是我們已經開出來 一定要去實現的 它其實並不難 因為我講一個 為什麼我驗證說不難 我們現在全國法院刑事案件 院檢的卷證交換 全部走線上 對 那如果你今天書記官都知道 哪些可以開放給該案的立庭檢察官 去閱覽這個卷證 我都可以開放線上 供給下載 對 現在就是當事人將來 要用他的自然人憑證 我們這樣才會知道 你是不是這個當事人 然後上我們的平台去申請以後 才有可能去使用這樣的平台 所以一定要用自然人憑證產 對 對 因為你如果不用自然人憑證 目前是 目前是 刑事也可以用那種線上月券嗎 如果當事人有 線上申請都可以 線上都可以 我們現在就要走半套 就是你申請 然後呢 我們把那個卷證 然後變成光碟 然後寄給你 對 因為現在三代還沒出來 但是我要講的是 將來的全套的話 是你申請 直接來 然後我們這邊 線上開通給你 直接下載 線上下載 應該是這個才是 我們現在走的叫半套 我們現在走的叫半套 我們現在就是你線上申請 然後我們書面審查合格以後 我們幫你燒成光碟 然後寄給他 但是那還是浪費國家資源 那片光碟就是一個資源垃圾 它是一個資源垃圾 然後我們也要朝向 像律師有單一登陸窗口 我們也要朝向 讓民眾也有單一登陸窗口 對 他單一登陸窗口 一進去就可以查到 他的案件進度 查到他的要越界的還是 你可以看律師就有 目前律師剩下都有 律師有單一登陸窗口 他可以按鍵查學 都可以 那都可以 因為律師比較多 他就有這十幾項的功能 那以後呢 我們民眾的也要進行開發 他如果按鍵他登進來 他所有的可以看到的系統都可以進去 必須要登記的系統都可以進去 那個也在規劃中 那覆密就回到您的主題 剛才那個第一個就是Live的部分 我想跟各位記者朋友們說清楚的 就是我們如果有記者會不會及時播 一定會最快最快會兩個小時以後才會播 要解析 要做後製甚至三個小時四個小時才播 不然你如果現在在記者會這樣即使Live的話 那各位你們來就沒有意義了 一定要先讓你們去滾先出去 沒有來的就是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四個小時後再看 對 我們是要照顧現場的記者 當然 這個要特別說明一下 那當然如果是憲法法庭在開庭 當然要直播 因為你旁聽證根本要不到對不對 那個當然要直播給各位記者的朋友 才能可以得到 那是不是現在以後的語音線上直播 是限於包含了現場法庭大法庭 我們這樣是所屬機關 包括司法院要使用的都可以 各聽處如果要開記者會 其實我們都可以提供這樣的回格 但是我們會要求 這次你們自行決定是 什麼東西要先上直播嗎 還是說有案件類型的什麼 沒有 那個任由各有聽處 跟聽處自行決定 因為知信處其實是技術 還有工具 沒有 我們先提供要有工具跟平台 假如今天他想直播 我連能力 直播能力 幫他放那個直播的那個 都沒有的話 他根本就不用想 那所以我應該先開發 他有這個平台 有這個功能 他們才有可能去思考說 他們在做這個記者會的時候 要不要做剪輯 然後做一個精華版再放上去 所以基本上他是對於 憲法法庭 現在先 或是大法庭啊 大法庭 正高法院的辯論啊 對 那他們都會用投影 實體案件是沒有的 那個是沒有的 其實要不要非常多 都有司法行政 司法行政 這是直播的部分 那那個 還有 還有 沒有 其實那個 直播以前我們就有發現說 其實現在好像大家很習慣去看的 看Youtube好像會比較輕鬆一點 看那個文字檔看的那麼辛苦 大家都覺得很辛苦 而且也不一定能follow你的意思 那如果今天是把一個你重要想要 對人民或者對這個廣大的民眾說明事項 你能夠把他濃縮精華以後 剪輯一下成一個錄影的說明稿 或者是法院的發言人有一個錄影檔 其實我們一直都認為那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界面 但是我們資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過去根本沒有那個機會讓他可以任意的去上這些 所以我們這一回應該要把這個平台 這個功能要全部做出來 工具做出來 那要不要使用還是看個Youtube 看個Youtube還是說 大概是這樣 就是只要有直播 你一進來手電就一定會有這個畫面 不想看把它打插 想看就這樣子 當你跑到別的地方的時候 因為他有在直播 這個字會出現 來你看現在的沒有直播 看我們現在的影片 這個字不會出現 所以有直播才會有出現那個Live的字 你到測試了 你到別的地方逛一逛還想回來再看 就你這個把它打插 對 就再點一下 然後就會進來 大概用這樣子使用的就會進來 我再補充一下 你到首頁 我們有這些輪波的照片 輪波的照片 那這個照片你往下 這邊照片其實有好幾張 二、四、六、八張 那因為為了雙A的無障礙 不能輪波啦 現在比較嚴格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就是 你隨機的 你一進去都會看到不同的 輪波的那個照片 如果想看其他你再看其他 然後我設計了一個就是說 你點其他的 點其他的點 好 就是任何一個輪波的都有文章內容 你可以點進去 點進去 對 那這個是點到這裡 然後你點另外別篇的內容的 比如說查到這一篇好了 點下去 那這些內容呢 各位我這次設計 請各業務廳全部放在主題資訊裡面 主題資訊都是重要政策的精華的一篇文章 那以後他下架這些東西也都還會留在這裡 這樣了解嗎 所以有時候你要看哪一個 比如說勞動事件法的 全面性的、概括性的介紹就來這邊看 比如說大法庭的介紹 他會這邊會有一篇一篇的文章介紹 然後因為長久之後呢 他會這個輪波一定會有下架 還會有新的政策的東西 你一下架那個文章就不見了 多可惜 所以就全部集中火力放在這裡 這樣大家知道應用嗎 其他的就是一般的一些疏通虛絲 那你如果來到首頁去 你如果要到別的法院 我們所屬機關的 一直都在首頁這邊點一下 這邊 你要通往我們三十幾個機關的外部網站 隨便點一個都可以去 這樣就很方便 他裡面有一些服務中心 或者是事務分配的 我們也都做好連檢或者陣風的 來 那個你這裡 我做了一個這邊就是各 等一下 各法院 各法院資訊 有時候你會哪個法院的檢疫題嗎 這邊 來往下 這個全國三十幾個法院往下的一些聯絡電話地址 還有他的管轄區 來往下有檢疫題的 地方法院資訊有檢疫題 往下 好這邊哪個檢疫題的轄區在哪裡 這個都有 這個都有 在這邊就全國的所有的檢疫題法院 還有陣風檢疫題的專業 在這邊全部都可以看 我最近我們瀏覽人士是在後台 就這一頁是最多人看 最多人來 已經衝到單月之後衝到 大概五千多個瀏覽人士 其他都還在兩千 三千最多的 當然我們後台有那個瀏覽人士的分析 這裡是最多的 各位如果要了解這邊都肯定了解 謝謝大家喔 謝謝 大家有時間 其實有想要了解什麼都可以跟我們 資金書或者我來跟大家服務都可以的 謝謝 謝謝復密為我們非常巨細泥的說明 復密付諸非常多的行李 應該至少有一年吧 忘記了忘記了 還有一個行事曆 講到時間就講到行事曆 來行事曆 大家非常關注每個禮拜五 我們是不是要 隨時有行事曆 像這個禮拜的 往下 對 這個禮拜要不要開市曆 以後的下週的 對 我們全部就會隨時在上面 好多 等到時間找到行事曆 對 然後以前的 所有的行事曆也都有 比如說你用個草雞 用個那個 用個真審好了 我早上有測真審 真審會 你看 就全部的真審會 全部都出來 對 所以我們要找人審會 也可以寫人審 跟記者有關的是人審 他以後行事曆不會用花新聞稿的方式 讓你讀了 你就進來就直接這樣看 看蠻多的行事 是 謝謝夫妮 謝謝 真的沒有人要走了 好 我就結束了 每版花五百六十 五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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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五百六十六萬 五百六十六萬 對 七月結標的 那我們花了 半年 從七月就一直 我們以前沒有響應式網頁應該是發最大的一個資訊商 我們上一版現行的這個官網是我們資訊處同人自己寫的 我們對面有招商商 這一版的前一版 這一次的話 因為有些專業 因為我們在RWD的網頁的客服上 技術上 還有雙A的無障礙的 所以我們這一回不但是RWD開發出來 而且雙A無障礙 這個在五院目前來講的話 應該 僅次於行政院的公民 我們跟五院其他的這個網頁比起來 現在這個最新的網頁跟五院比起來 好不去一次 好的 然後裡面有一些統計啊 視覺化的 你選一個 你們要知道我們司法院女法官有多少 男法官有多少 猜一下 我們先來猜一下 女法官有多少 姓北的 不對不對 那個不是姓北的 我像視覺化的 對視覺化 然後來 所有各機關的法官 我像 你再重新整理一下 讓大家看他會動 他是動態的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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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喔 所以哪一個 來來來來 這個又12月31號為整的 點這裡 點這裡 現在有1046的女生 女法官 這1096 大概重開 差不多1比1喔 謝謝 好 來 來 再往左 對 就類似這樣 對 我們有視覺化 還有 還有那個所屬機關 你再可以請一個畫面 對 我們一萬三千多人的聯工 對 聯工的那個 性別比例 性別比例 你深多 對 好 然後來 再視覺化的 再到前一個領域 這是我們的收結的建樹 對 你們會關心的 來 看最近的 一年300多萬 這個是結案的 新收的 這樣講 然後會計處那邊有 預算的金額 預算的金額 你們其實那個 聽復命這樣講 等等馬上點 因為這都是Live的那個網頁 這個都是你們 直接拿的 鬥態的 鬥態的 所以你可以一下復命在講的時候 你就用手機 直接點就會看到 會計的 是視覺化的 比如說我們那個 預算 預算的 98 我們有10年 10年的預算的 來 預算總金額 看最近 227億 那契免210億 這樣講 那如果明年通過了 就會再上 然後就 就是呈現10年 對 10年10年 這樣就會看 這個也會跑 F5再跑一下 再玩一下 看到四百元的成長 結算的就是花多少錢 另外看一個決算 11年內的決算 當然是預算 現在是決算 決算 決算實際 最終的 實際的 實際的 就大概給大家參考 謝謝 謝謝 趕快走了 真的一大分 哈哈 那個私底下 想要再知道更多的 請私底下 想要再知道更多的 請私底下講 對 大概 至少一週一次會議 沒有 快上線的時候 甚至高達一週兩次 對 不行 我記得殺價很厲害 哈哈 好 我現在還沒有四筆啊 因為我要 哪些用在對的名法 因為我 我的名片只有到本 大家要看 看是什麼東西 對啊 沒辦法說 如果我們記者聯誼會的 那個餐點 那是不能殺的 好 那一輩子 那一輩子 就麻煩了 哈哈 你剛才複蜜都照不到美人 真的喔 複蜜一直想到記者的需要 好的 謝謝 謝謝 把關都一樣 不要亂說 好啊 這次就是 對 回歸神 謝謝 好的 謝謝複蜜 謝謝王主角 下禮拜五就在那邊到 沒有沒有 下禮拜五 禮拜五還在這邊 哈哈 繼續開會 下禮拜五才可以就好 好 等 等 差 如果到下禮拜一的話 差 三天 就滿三年 好 三天滿三年 好 沒有啦 這是什麼有恭喜 沒有 沒有 問題是 問題是